個人最喜歡的其中一個雞湯就是九尾雞湯 因為它是一個一年四季都是可以拿來做燉骨的雞湯料理 那尤其這次九尾草它又具有開皮、見味、除雞、利尿的一些功效 那根據本草綱目的記載 九尾草它的性貨溫、煮鹿皮、胃二斤、堅固肝、除雞、能開皮、見味、為原始的除蟲藥 在民生療食料裡面它的主要用途在殺蟲、小兒發育不良 它也具有轉骨的效能、補虛、補氣等功效 所以你看九尾草有這麼多的功效能 我們怎麼能夠不學會做九尾雞湯料理呢? 所以我們要備的材料有九尾草、羊奶頭、白蘿蔔、紅蘿蔔、香菇、還有蛤蜊 最重要的是這一隻黃金玉米雞 九尾草 他們的羊奶頭 紅棗 枸杞 黃旗 藥材浸泡完30分鐘之後呢 我們先把水煮沸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雞肉給放進去 那今天我的雞肉呢 我是先用水洗的 我就沒有先用汆塘過的 因為我今天買的雞的品質非常的好 是黃金玉米雞 雞肉 那再來呢就依序將其他食材也丟進去 白蘿蔔 紅蘿蔔 香菇 現在我們就把米酒 倒讓整個食材啊 水分要淹過你的食材的高度 上鍋蓋 轉小火 蓋鍋後呢 燉一個小時後 然後再把蛤蜊放進去調味跟鹽巴 蛤蜊 蛤蜊 喔 這個就是 黃金玉米雞 所煮出來的九尾雞湯 今天有金黃色的油脂 哇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補哦 也好 謝謝大家